如果我假設要跨工作部的話 現在都在同一個工作部 因為工作部名稱就這一個 還有副檔名要 工作部記得 其實工作部就是一個ECEL的檔案 白話應該可以懂 那它裡面有四張工作表 那我們是逐一完成 應該比較簡單 可是如果假設你的需求 我是直接把它拆分 所以我直接把它存 存四個檔案 四個檔案分別是駐磚 分別就把它們分在 就是不同工作部裡面的第一張工作表 所以打開的話 這個駐磚就是第一個 其他工作 這個就只有駐磚 另外三個不見了 我把它刪掉了 那一樣的道理 這個助理員的話就只有助理員 其他三個也不見了 那如果我假設 我的需求是希望一個一個打開 然後一個一個做剛剛的這一件事 有沒有 剛剛計算全部是 它是在同一個工作部裡面比較簡單 可是如果你要跨工作部的話 那你要怎麼敘述 我剛剛猜簡單 我試了一下 我發現這個也是超過預期 那我的問題很簡單 也不用跟它寫得太複雜 不然它會看不懂 那我底下的就是工作部名稱為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 你要知道那個關鍵字叫工作部 工作部的話 實際上就是每一個檔案 或者你也可以講一次的檔案 如果我覺得這樣可能不夠專業 或者他可能看不懂 所以工作部名稱為這幾個 你有沒有發現 我後面還會加副檔名 當然還有一個 可能你要順便跟它講說 你的路徑在哪裡 因為我這邊沒講 我的路徑應該是在這裡 所以你這邊點一下路徑 它會在C點底下的什麼 User的一串 不過將來這個你可以自己加也沒關係 這個路徑的話 在這一串你將來可以點它複製 然後加在那個路徑 它就會幫你開 所以這幾個的第一個工作表 因為我都全部第一個 然後需要填滿公司 這個我就不再講 因為這個應該它 如果剛剛的Token還在的話 它應該就會知道說 我要填的就是上面這些 所以它上面應該都有 這個我就不重寫 不然的話這一串會太多 然後我發現它就蠻厲害的 它就自己開始寫了 寫這個程式的話 我稍微看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握 可能沒有問題 它裡面的話 我看一下它底下 在這個底下 在這邊嘛 它其實關鍵的就是 它會給那個文 一樣是增加一個陣列 然後一樣是跑個回圈 一個一個的去開 之前是一個的是開什麼 開那個工作表 可是這邊的話呢 是開這個檔案 那關鍵的話就是這個 叫做this workbook.pass 指的是你現在的路徑 這個路徑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改成 我剛剛講的這個路徑 這個路徑 這個路徑實際上你可以改一下 OK 然後它就會怎麼樣 先讀第一個 反正都第一個 那做這些事情 什麼事填公式嘛 然後向下填滿 有沒有 然後再開一個之後呢 再把它close close的話呢 就是把那個excel關掉 後面有個關鍵字 有個參數叫self change 等於true 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你有向下填滿了嘛 那當然你可以存檔 它就把它關掉了 然後關掉之後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這樣子四個就全部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說這個難度又 要向上一個label了 至於怎麼做啦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回去不妨可以踹踹看 其實沒有很難啦 但是主要就是說 這個地方會多一個路徑 也就是說這個路徑的地方 你可能要知道怎麼改這個 叫做listworkbook.pass 這個其實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路徑 其實就可以跑了 那至於要怎麼改 才會work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那下一次上課 我想我再改給各位看 其實沒有很難 比想像中簡單很多 畫面再還給各位 好